今天最新的報導 中央社的報導告訴大家 內蒙知己的衛健委告訴大家 我們要重新徵收體育館 我們要重新蓋47個方艙醫院 一想到方艙醫院 我們就會想到武漢疫情最險峻的時候 方艙醫院掌揚人爵 或是缺乏衛生條件集中管理的狀況 因為醫療的資源已經失控了 中國各省各地地方 沒有這麼多的負壓隔離病房 所以才有替代的方案 叫做緊急措施緊急逃避所 或者是這個醫院 所以說方艙醫院回來的意思是什麼呢 他告訴大家 中國的疫情捲土重來 特別是在天寒地凍 斷電斷煤的狀況之下 其實疫情有如雪上加霜 那更離譜的是 最近的一個限電措施 竟然有這樣的國際性比賽 停止了 來 這怎麼回事 非常離譜的限電行為是什麼 因為現在各省都在做限電 但是有一個消息 在中國內部完全是炸鍋 什麼意思呢 四川成都最近舉辦的 所謂的英雄聯盟的 所謂的半準決賽 比賽進行到一半的時候 怎麼辦 忽然發生全場意外的事情 忽然斷電了 斷電多久 斷電一小時 在停電的過程之中 備用的緊急電力沒有來 大家只看到什麼呢 現場的畫面就只有 有人帶去的 玩家帶去的筆記器電腦 大家摸黑幹嘛呢 拿手機出來當手電筒 結果斷電一小時之後呢 官方給的說法是什麼 絕對不能妄議中央 絕對不能承認啊 我們絕對有斷電缺電的 政策跟問題嘛 說啊 因為現在冬天啊 用電量很大 所以說呢 緊急供應的狀況呢 發生了失調 所以呢 中國的網民看到的畫面是什麼 因為斷電過程 因為線上電競嘛 要這個及時轉播嘛 斷電的過程之中 他們的補救措施 就是把去年的畫面 直接呢 移花芥木 然後跟大家講 現在活動呢 這個出了一點狀況 正在呢 這個搶救中 正在補救中 連電競都沒有辦法完成 告訴大家一個很重要的是什麼 中國現在真的缺電 來 董老師 好 中國現在缺電 還有本來以為它缺煤 其實現在看起來不是缺煤 而是現煤 所以說你看三溪省 等於是說 他最近在大規模的 在進行所謂的三清運動 清什麼東西 中國的政府官員 三溪省的政府官員 跑到每一個農家裡面去 去收三樣東西 第一個 煤塊 第二個 火爐 第三個 柴火 什麼意思 不准你燒財 不准你燒煤 所以三溪省現在 它的溫度只有零下15度 所以我本來以為是說 你沒有電 那就說我們就 就是一般老百姓 回到石器時代去燒財 當地就有煤 去燒煤 可是現在連這個都不准燒 這個就是要讓當地的老百姓 活活的凍死 百思不得其解 為什麼會這樣子 原來他要回到 這個習近平的這個政策 跟習近平的命令 習近平有兩大政策 現在看起來 我覺得是已經激起了 所謂的煤跟電 煤電的政變 這是一個煤電的政變 第一個習近平的反腐敗 其實三溪省 過去是中國第一大產煤省 所以過去有很多三溪煤老闆 全部過去五年全部被抓 現在的這個全國的 這個中國的全國的第一大產煤省 是內蒙古 內蒙古過去三年都在抓人 也是因為反煤的煤腐敗 11月份 這個還有這個內蒙古 包頭式的那個副市長 跳樓自殺跟沒有關 就是過去三年 他就抓了一堆官員 現在在大反撲 這反腐敗 反反腐敗 第二個就是所謂的環保政策 因為習近平有個口號 叫做美麗中國 我們都知道 習近平總書記 他只要一下令 所有中國各地方省份 他一刀切 譬如說不准有貧困人口 就全部把貧困人口 通通趕走 不准有這個污染 那一夜之間 所有的煤礦什麼 通通關廠 所以造成大範圍的缺電跟缺煤 所以我覺得 現在他們說 他們還宣傳說 因為為了環保 所以煤轉器 不要用煤 用瓦斯 煤轉電 不要用煤 用電 可是在農村 平均你要用瓦斯的話 你要用電的話 一個月最少是200塊人民幣 最多要付到1000塊人民幣 還記不記得李克強總書記 國務院總理說過什麼 中國月收入 平均月收入1000塊人民幣的 有6億人 他一個月200塊到1000塊的 這種瓦斯費或電費 他根本付不出來 所以這整個 中國你可以看到 我覺得他現在內憂外患 梅根墊下一個恐怕就是石油 他後面會有石油荒 是的 小雄一直補充一件事情 是要威權國家 還記得五年前 他要進行所謂反法西斯 戰爭的大閱兵的時候 習近平下定一件事情 簡單講 閱兵要有蔚藍的天空 在北京周圍200公里到500公里 做工廠通通關閉 這才叫做威權政府 所以在用威權政府的時候 請記得就這樣的國家 為了自己正正的需要 為自己閱兵的需要 為了有所謂的閱兵藍的天空 居然下令工廠 兩個禮拜通通不能動工